这些老人家需要经过了这个筛写 才能了解他是否失智或者到什么程度 我们尽快的就医能够减管他的急速的一个恶性发展 谢谢我支持一个义工 谢谢这些演艺界的年轻朋友 他们愿意长时间的在义工的事情上 在公益的事情上来支持 特别是失职我们的基金会 谢谢 这一次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可以跟秀雄一起工作 也是非常难得 然后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案子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电影 然后秀雄起了这样的一个剧 然后找我 然后觉得一起工作 我觉得学习到很多 然后也认识到很多 关于失智症 然后我觉得是打开我对失智症的一个认识 这个电影不能 其实很尴尬 不应该用不知道该用什么样心情去面对 因为它是一个 关于失智症 然后是一个木款的一个电影 然后其实在里面大家有很多不一样 有四个不同的导演 有四段不同的故事 然后其中饰演这一段里面的 陈生这个角色是失智症家属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虽然时间拍摄时间很短 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好 大家晚安 我是郭采杰 其实这次参与充电 第一次看到剧本的时候 我一看完之后我就哭了 然后就打电话给我的 就是我觉得导演切入的这个角度 其实这一次的这个 昨日的基里的四段故事 就是都是虽然都是在讲失智 但是都从不同的人物 还有就是也经历的事情就不一样 然后做一个切入 那我们充电 其实我们主要要去讲的就是 失智者身旁的家人 那因为我自己的爷爷是 就是哈斯坦或这样跟哈建森 是团食的这个病犯 然后好多年后来离开 所以其实那时候要参与这个 这个短片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 很有意义的一个回秀 然后我也因为要选择这个角色 跟我爸爸做了很长一个家庭保存 你说是自演员自发戏 是啊是啊 当然是 他们有啊 他们剧组希望就是给个红包 可是我觉得做这个事情的目的 真的不是为了酬劳 对 我在戏里面就是饰演一个 一个失智症老人的家属 然后 他的状态就是会出走的 然后他有时候会找不到他的 他爷爷这样子 然后在找他爷爷的过程里面 碰到他前女友 就是随堂饰演的角色 大概故事内容大概是这个样子 他工作怎么忙啊 听到这样的演出啊 是意图不答应的啊 呃 对 因为其实这一次 我觉得是一个 是一个 是一个 巧合啦 因为我跟江泽雄导演 之前就认识 然后他 他给我看这个剧本 我觉得很有意义 你跟随堂合作的感觉是这样的 很好啊 很好啊 呃 非常的开心 可以有这个机会 跟他一起合作 呃 因为我 对他 虽然跟他是第一次一起工作 但是 我觉得 呃 那种余运会蛮长的 因为我们工作大概只有两天 那我觉得拍摄完毕之后 呃 一直有在回想到一些 戏里面的一些对戏 我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有专注力的一个女演员 那可以跟他一起工作 非常开心 所以那个时候 呃 合唱导演找我的时候 我就 完全的就是 很快的就答应了 那当然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角色 还有这个故事 因为其实我觉得 他所切入的点 呃很特别 就是通常 可能这样子 失智的故事可能着重都是在失智者本身 但是我们这一段通电的故事 主要就是在 讲述 是 呃 生病的人的旁边 其实旁边的人才是更需要支持的 对 那因为我自己的爷爷也是 呃 就是 失智 就是 被这个病痛 就 缠了很久 然后所以 呃 我有 完全的感受到自己 旁边的家人是怎么样去走过这一段的 所以很希望 可以 真的把它 拍出来 然后 可以 把这个 这个 故事 这个想法 就是让更多人知道 然后也让社会大众更重视这个问题 跟烈姐合作 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 哈哈 第一天啊 哈哈 第一天 第一天跟烈姐碰面 因为之前 之前都只有短短的 就是可能 碰面 然后 没有那么长时间的一个认识跟合作 然后第一天 因为 碰面的时候前面工作 延期就迟到 就很害怕走进去 但是 呃 开始开拍 然后 到后来就是 比较多时间相处 就觉得他 我不会很矮对不对 哈哈 就是 我不觉得压力很大 哈哈 会把外面的全皮拉掉 哈哈 没有其实他 他的 就是他内心是非常 非常温暖的 对 开始也就是给你怎样的感觉 也没有 就是不说话 哈哈 没有他不说话就是有一种 很威严 然后我觉得 那个也是他最迷人的地方 我很敬佩他 真的 好会说话 哈哈 真的真的 好了